大家好 我是一位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小黑屋疯狂研究另外一个男人的假白 上一期我们讲了李小龙对于世界范围的影响 大家往回翻就会发现 我通篇没有提他能不能打 作为一个注重思想注重内涵的人 我其实觉得他能不能打不重要 你再能打你能打到个枪吗 但是很多朋友上来就只关心一个问题 他能不能打 有很多反对的观点 比方说李小龙就是一个演员 功夫是半调子 专业比赛上连个名字都没有 你说他能打 所以我就去研究一下他是否能打 自从上一期发布之后的一个半月里面 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 为了找到答案 我对李小龙的一生的经历 进行了更为深层次的挖掘 看了市面上所有能看到的这些书 以及一些纪录片 当然还有这种电子书 甚至我还研究了一圈关于 行义拳 唐狼拳 咏春等传统的功夫 这也就是太冷玩了 生硬词汇特别多 理解起来其实还是挺好时间的 然后你抓吧 然后谁让我去 但其实并不行 因为这段时间里面 我有朋友他们喊我 什么比方说去酒吧开会 我说不去 我在研究唐狼拳的 朋友喊我去蹦地 我说不去 我在研究节圈道的 朋友们都觉得我在搞毛 好了不配话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李晓龙从永远前的 学武的经历 了解完关于他能不能打的问题 你心中自然就有答案了 李晓龙的原名叫李晨三 主名是细凤 他出生于1940年 那时到香港非常动荡 他父亲名为李海拳 是乐剧四大名领之一 论其祖辈 他其实是广东人 因为战乱就移民到香港了 李海拳趁着演出的机会去了美国 正赶上罗斯福新政 结果李晓龙一出生 就是美国国籍 很多人其实会关于他不是中国人这一点 对他进行排斥 其实大可不必 因为他从小是在香港长大的 而荣木染都是咱中国的文化 到了美国 无论是别人 还是他自己给自己的标签 都是中国人 而且他特别以中国功夫为傲 并且之后所创的截拳道的内核 就是一种中国武术的精神 王尚还经常有个误解 说李晓龙是一个富二代 但其实大多数时间里面 他的生活是很拮据的 他跟他妻子结婚的时候 连一个戒指都买不起 之后他确实是名气很大 但实际上在他一生的时间里面 除了去世前一两年 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 手头都不怎么宽敞 甚至他的第一本书 就是讲中国基本权法的那个书 也是他徒弟告诉他 书能卖钱而去写的 可能有人还是会说 那李晓龙跟何鸿燊就说赌王 他们不是表兄弟吗 是不是给他有点不就行了吗 我仔细查证了一下 这个还是真的没错的 因为李晓龙他妈姓何 上面有一个很关键的人叫何东 何东一个弟弟的孙子叫何鸿燊 何东另一个弟弟的孙子就是李晓龙 不知道什么原因 也许这亲戚有点远吧 李晓龙跟赌王 他其实一生没有任何的交集 从这个童年到少年的这段时期里面 李晓龙其实是一个非常顽皮的人 他不仅是顽皮 他性格里面重要一点就是他脾气暴躁 好勇斗狠 比方说他看到谁不顺眼 他脑海里面第一个见头就是 用拳头跟他一较高下 这个就是他的缺点 并且伴随着他的一生 我往后看他经历的时候 一直会看到他的明显的缺点 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 我们不必说这是一个缺点 应该叫做特点 因为正是这一点 李晓龙才是一个野心很强 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一个人 这个特点一体两面 反过来就是一个没啥耐心 然后好勇斗狠这么样的一个人 好说回香港 香港当时的社会风气非常的恶劣 许多年轻人他们都有黑社会的背景 为了保护自己 李晓龙对学权还是很感兴趣 很多人都以为李晓龙的第一个师傅是叶文 但他第一个师傅其实是他的父亲 他父亲是一位练太极拳几十年的一个高手 小时候每天一大早 父子二人就会起床烧香之后 就会一块去精神摆公园里面练舞 但是因为太极拳的节奏太慢了 李晓龙就不再想练 他真正被推荐向叶文学功夫的时候 是在他13岁的时候 当时见到这个人叫张卓庆 张卓庆也是叶文之后 尹肯中世的一位弟子 他的永春也很棒 但是后来去了澳洲了 其实在拜师的那一刻 李晓龙他并不知道叶文有多厉害 而只是基于张卓庆的信任来试一试 那一年叶文已经就11岁了 武馆也不大 李晓龙这一学就是78年 直到21岁才离开 最初看叶文的时候 电影里面时不时后出现李晓龙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晓龙 我觉得叶文这个剧主是没意思的 人家李晓龙可能就是来随便 学了一切你们的永春 就年龙人家不放了 非要沾人家的这个名气 那后来我发现 这种沾光是反着来的 叶文以及永春对李晓龙的影响 那才叫深入骨髓 李晓龙之后的哲学根基 以及他的杰拳道大部分的招式启蒙 都来自于叶文 比如李晓龙经常在影片里面使用的 购露拳 就是永春里面的动作 也许各位不知道永春是个啥 甚至对于咱们的传统武术有很大的偏见 比方觉得咱们的传统武术大多是不能实战的 或者一提起来的 马上就会觉得只能五连边 但是呢 经过我的研究之后 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对咱们的传统功夫 咱不能一棒子打死 很多传统武术其实是非常科学的 比方说形翼拳 有一次窦文涛在节目中提到 练形翼拳的 练到这个周身 它感觉都是一个活的 所以接下来我在谈各种拳的时候呢 希望各位也可以摘掉 传统武术都是渣的一个偏见 在这一场中永春是什么特点呢 首先永春啊 他是非常注重理论和哲理的 为什么李小龙 他之后对于哲学 他那么的感兴趣 我猜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永春本身就是一套很讲究哲思的功夫 另一点永春很实用 在众统的传统功夫当中 很多都是大开大合 对比之下 永春他不怎么起眼 但他注重实战 比如他最有名的就是他的中线理论 就是非常科学的 再比如 真子在那英文当中展示的连销带打 就是讲究一个动作 不只是防守 他可以在防的同时去攻击对方 非常的快 永春的总体目标呢 就是用最快的速度结束战斗 这跟李小龙之后创立了 截拳道的核心思想 如出一辙 另外我们都会说 李小龙的功夫非常快 一秒可以打个九拳 其实永春拳本身特点就是快如闪电 大家如果注意观察的话 就可以看出来 永春的拳法跟大多数 其实是不一样的 他使用的是日子拳 平常的拳法是这样的 他是这样的 所以说他一秒打九拳 这在练永春的高手看来是正常的 所以说李小龙能不能实战 肯定能 因为李小龙最初学武的这个目的 就是用来揭斗的 你说他能不能实战 这么说 他就是一个实战专家 好话转眼了 关于能不能实战呢 其实可以从他的一个表演当中 可以看出端倪 首先 公认的 永春是可以实战的 另外呢 李小龙他练永春 已经是一个比较高的境界了 从什么点可以看出来呢 持手 持手是永春里一个非常基本的训练招式 练到一定的境界 通过与人的接触 身体就可以依照本能去和对方战斗 也就是说 不再需要眼睛 之后呢 李小龙到了美国 非常喜欢蒙着眼睛和对方去打 其实 闭上眼睛和对方去打呢 是永春拳里面一个非常高级的展现方式 永春呢 确实厉害 但李小龙很不一样的一个点在于 他没有盲目的去鼓吹永春 他在17岁的时候 就看到了永春的局限 这里呢 我要提一个人 黄春梁 虽然说李小龙的师父是耶稳 但是在训练阶段 主要就是这位师兄 1957年的一场解决当中 黄春梁已经占据了很大的优势 但是因为轻敌 他被翻盘输掉了 这对于当时观众的李小龙 触动很大 之后他看了很多的影片 得出一个结论 永春的下盘不够灵活 从个时间线来看 这是李小龙对于永春局限的第一次反思 总结李小龙的早年呢 他是一个很明显的舞痴 学舞特别勤快 叶问曾总结 小龙一天练习永春拳的时间 至少超过五六个小时 一般人一周一个月的练习时间 都超过小龙一天的练习时间 由于李小龙好勇斗狠 经常跟别人去打斗 结下了很多的梁字 正常人赢了呢 也许会说 侥幸侥幸 但李小龙他不是这样的 他会去嘲讽对方 其中一个梁字呢 就是跟一个黑社会背景的人结下的 然后他爸一看 哎呀妈孩子这到底爸爸也不会呀 你还是去美国避难去吧 对了我提一嘴 李小龙还有一个绝活 就是恰恰五 他还是他们学校的恰恰五冠军 凭借这个技能 他和一位会猜离合老外 以及一位叫少汉生的武术活字典 完成了技能交换 比方李小龙他会去说 我教你恰恰五 你教我全法可以吗 可以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挑恰恰五的男性很受欢迎 好了继续按照时间线走 差不多到21岁的时候 他被迫来到美国 一边在一家叫做周禄比的餐厅打工 一边私手打听 有没有好的武馆 打工之余 他经常去参观当地的各种武馆 然后到了之后呢 他就会特别天真无邪的 知识别人的缺点 当然呢 这些举动在别人看来 就是说你小子的是来踢馆的 他也没所谓 遇到想来比划两下的 他也不怂 这个时候呢 他主要使用的还是永春 在日本书志向记载的 战绩相当不俗 这种不俗的实力呢 也吸引到了很多想来拜师的徒弟 他的第一个徒弟就是杰西 杰西呢 是个黑人 因为这一点啊 小时候呢 被警察给打了 为了防身 他就学了柔道和拳击 但是呢 他对中国功夫一直很感兴趣 他去拜的第一个师父 叫严禁海 大家可以记住这个名字 他后来呢 也成为李小龙的弟子 当时呢 严禁海拒绝了他 后来他才去找李小龙 收徒这个动作呢 其实对李小龙的帮助特别大 因为看似是李小龙在交受徒弟 但是受益最多的 其实就是李小龙自个 大家应该听过一句话 就是教是最好的学 什么道理呢 就是在他教授的过程当中 他会去一遍遍的检验 反思自己的这种理论 这种理念 甚至迫使自己形成一个自己的体系 可以这么说啊 收徒这个动作 对他后来成为宗师 都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 好 滑着回来啊 收徒之后呢 杰西也介绍了两位拳击手给他 想着比试一番 其中一位就是有 芝加哥街道王之称的 身高1.9米 可以随手提起约90公斤的重物 但教授的时候呢 对方一出手就被压制了 这个我猜测呢 就是永存里面的一个招数 叫做封手 除了杰西之外啊 李小龙还有几个著名的徒弟 比方说一鲁山渡 他是个菲律宾人 其实最初一鲁山渡 并不看好李小龙 因为他当时已经是一个 大学的科学教授了 所以对于一个19岁的小伙子 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有次呢 他和罗里士比赛 本来呢一鲁山渡是劣势的 但是中场休息的时候呢 李小龙给他指点了几招 就是纸上打下 就是兵法当中的声东击西 然后呢 劣势很快逆转 之后一鲁山渡带着罗里士一块 找李小龙拜师去了 我看了一鲁山渡对师傅的回忆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看完你会直观感受到 李小龙的魅力 比如呢 一鲁山渡本人呢 体格非常壮 但他回忆师傅的时候 他说李小龙的身体硬度是很高的 他把自己当作演讲对象的时候 自己的身体根本吃不消 后来使用了数据才有所缓解 师傅李小龙的视频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也会把他这个视频链接 放在这个评论里面 然后呢 还有几个有意思的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然后呢 关于李小龙的魅力呢 我们其实可以从另外一个徒弟上面看出 这个徒弟就是木村舞之 其实木村和李小龙认识的时候 木村已经35岁了 他是一个小老板 而李小龙呢 当时是19岁 还是一个在读大学生 然后木村这个人呢 其实他是一直很自卑的 因为他从小呢 就被在美国关押了五年 心理的创伤非常深 为了摆脱心理的自卑感 他学习了柔道 木村之后回忆的时候呢 是这么评价李小龙的 他精力旺盛 充满魅力 他可以在这一分钟 讲一个粗鄙的笑话 而在下一分钟 就可以逃逃不绝地 谈论道家与谈的哲学 一旦他出现在你的面前 你会被他极富吸引力的个性 和独特的笑声所催眠 在李小龙的教导之下 木村开始了解自我 开始树立自信的自我形象 并且学会坦诚地对待自己 这些宝贵的教导 让木村愿意为他师父 每周都会去扫一次母 直到今年的年初 去世才结束 之后呢 李小龙输了很多土地 比方同样是武术家的 严敬海 这个土地很厉害 因为杰西当时想拜师的 第一个就是他 严敬海呢 本身呢 是一个武术家 他听过李小龙之后呢 很喜欢跟他去交流武术心得 最终呢 是通过远洋电话 之后见到李小龙本人 看了他的身法 就赞叹 这小伙子太优秀了 感觉就有点不太真实 两个人呢 也一见如故 成为了莫尼之交 其实严敬海呢 是属于李小龙数辈的 因为比他大20岁 但是不久之后 严敬海就拜他为师了 之后在健身 以及激励训练方面 严敬海都比了他 很多重要的引导 他的徒弟呢 其实基本上都是 带师学艺的 先前的 李小龙一开始 从其他的这种武术 比方说 行义太极八卦 螳螂 蔡里佛等传统武术当中 他认为很有效的 武器以及训练方法 在追寻永春拳的原格之下 逐步融入到自己 正在改良的永春拳当中 他将这种经过改良的永春拳 称为阵翻武术 其实最初刚到美国 李小龙只是将永春拳 还有恰恰我 听众在业余爱好的层面 在1960年的一封信当中 他写道 我觉得 诸如永春拳 还有恰恰我之类的东西 都不外乎是些消遣娱乐罢了 相较之下 学习才是最要紧的 他攻读的主要专业就是哲学 也就是通过哲学 他的致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与小同时 他对功夫的态度 也发生了完全不一样的看法 他开始视功夫 为自己最重要的一部分 为什么这中间发生了 多么大的转变呢 第一点 在学哲学的过程当中 他意识到自己功夫 背后的东方哲学体系 是非常迷人的 甚至他开始以中国功夫为傲 每当身边有中国人 刚到美国他都会去问一下 中国有没有一些这种新的 这种动态以及功夫上面的信息 第二点呢 就是对比之下 他发现 这位练武的这些教练都不怎么样 所以我们还是要提一下 他的老师叶问 就是一位好老师是琢磨的重要 有了叶问教授的友春达底 他对自己的功夫非常自信 有句话叫什么 年少不知老是屌 我简称为年事屌 同时在这段时期里面 他内在的精神力量 也发生了很大的提升 这个呢 我会在下下一期的 哲学的思想里面 掌握他的思想形成 1965年 他给木村写了一封信 上面写到了他的想法 他想自创一套拳法 这套拳法呢 没有固定的招式与套路 时机和距离是基础 武村拳法是核心 当然呢 这就是杰拳道的雏形 而这一年 他只有25岁 为了让各位理解一下 二十九岁的李小龙的思想是有多强 我们来回想一下 我们上学的时候 我们面对很多学校里面 这种学科 我们是什么状态呢 我们可能就是努力让自己去接受这些学科 你们能做到对这些学科的本质产生质疑吗 比方说经济学当中 有那么多错误的理论 你能从众多的理论当中 萃取到本质 并且对一切没用的理论舍弃吗 也可能可以 他二十几岁面对着有的悠久历史 同时也是错综复杂的 其他学科武术的时候 就只有一个标准 别扯那么多 能不能实战 有用呢 我吸纳 没用的 大胆舍弃 总结一下 他就是在了解真理 质疑真理 消解真理 他亲自回忆说 生活中的李小龙 基本上是质疑一切的 这不就是哲学院的味儿了吗 在接纳功夫是自己重要一部分的时候 李小龙有过一个想象的图景 一状五六层高的功夫武馆 拔地而起 旗下风管散步全美 所以李小龙为了这个愿景 会不断地去扩大影响而来 去做中国武术的表演 过程当中 会有很多人 像我们今天的人一样 会怀疑你那都是表演 都是花里胡哨 实战肯定不行 很多人呢 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 去向李小龙挑战的 其中呢 就有一个日本武士 就非要过来挑战 因为他表演的时候呢 就没啥花心思 就是小时候呢 会嘲讽对方 拔大了表演之后呢 就会说 人家各种武术的缺点 比方说 你们空手道 僵硬不连贯 我们中国功夫 灵活又流畅 然后呢 简完之后 这个日本武士 跑到玉帽间里面说 你这都是光说不练的加巴士 有那么耐你跟我挑战一番 所有人都觉得是浪费时间 但是日本武士说 你可以去你任何想要去的医院 李小龙就被激恼了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 脾气不好 能不能下耐心 一直是他的这个热点 然后就决定打一番 大家猜多长时间结束战斗 11秒 当时呢 这本武士被打到贴在墙上 失去了知觉 如果再打下去的话 估计命都没了 然后日本武士清醒过来 第一件事就是问 李小龙打我用了多长时间 旁边是安慰的 故意把身上拉长了一倍 然后日本武士听完之后还是崩溃了 所以想挑战的人 基本上都是这种水平 李小龙也懒得去回应他们 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 李小龙他就不敢接受挑战 如果是小时候李小龙 那肯定是一言不合就开干 但是这些在他如今看来 都是匹夫之勇 根本就没有意义 因为在他不到20岁的时候 他就开始反思 赢了又如何这样的问题了 所以这也许就是至今 很多人还是觉得 他不能实战的原因吧 他越来越认为这种胜负 是没有意义的 然后各种来挑战的人当中 对李小龙启发最大的就是黄泽民 黄泽民他是一位 清末少林派的武术大师 他练过少林拳 太极拳 行御拳和罗汉拳 他被武术界人士认为是一个招牌 当时中国是没有教外国人的先例的 有一次看表演 他弟子会说 这就是李小龙 就是他在教外国人功夫 不要那个时代的大背景 我们看一眼也能看出来 就是教外国人功夫 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 当时的传统武士 也是因为门派之分 互相之间除了踢管之外 毫不交流 都觉得自己最屌 别人都是垃圾 这点呢 其实他们今天也没啥变化 于是在这种氛围之下 固步自封 他们不堪一击 所以李小龙他很伟大的一点 就是在于 他打破了门派之间 互相学习 互相竞争 无论和门和派 无论人种肤色 咱们共同学习 什么是最强 把身体推向极致 就是最强 为什么李小龙他总被人称为 综合格斗之父 这就是原因 电影里面的叶师傅也说 一个五人固步自封 不敢竞争 整天就快了一两招 还在那避肘自尊 但其实这帮人 他们和我声声说 自己的武功天下地宜 其实内心都没底 其实心里面还是很自卑的 当时黄泽民 就是基于各种压力 来挑战李小龙 当时他们见面的时候 黄泽民还想着来一套 什么签字画牙之类的东西 他说比武的时候 咱不能攻击我们的部位 李小龙心里就非常生气 是你们上面挑战的 那么规则由我来定 我的规则就是 没有规则 放开来打 打完之后呢 李小龙很郁闷 他双手抱头 坐在后面的楼梯里面 开始反思 他想 为什么自己没有在数秒之内 一鼓作气就打败对手 说明自己的身体状态 还远不够理想 耐力也不够 这也是他之后开始重视健身 训练出自己标志性背货机子的 一个起点 另外呢 他反思的时候呢 他还得出一个结论就是 永春的风格太过单一 比如永春他直线攻击的效果 对于移动的目标 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再一个呢 就是心态上 他的脾气很暴躁 这对于一名武者而言 十分不利 因为脾气一上来 就会心态是很无法思考 纵使你有无数的技巧 战略 如果不能做到心平气和 都是无法发挥出来的 而在此时 他的哲学思想 一开始渐渐成型 一套完整的武道体系 在大通的当中 一开始成型 这就是截拳道 截拳道的起源 是对于传统武术的失望 所以他的宗旨就是 摒弃一切传统功夫的糟粕 只许武术精简 直接的本质 除了实战 截拳道追求的是 格斗的终极目的 这一终极目的 是让人回到最初的 自由的状态 它简单 直接 不拘泥于传统 它学习规则 遵守规则 然后将规则融会于心 进入一种模式 而不受制于它 就像是水 倒入碗中 它是碗的形状 倒入碑中 它是碑的形状 它绝对的自由 但与此同时 它又可以有很强的力量 这就是截拳道追求的无形 下一期我们接着聊 截拳道